国立清华大学下午两点钟传出了炸弹威胁 不明人士宣称他们在校内某处南侧放置了遥控炸弹 预计在五个小时之后就会引爆 校方紧急采取了应变措施配合辖区警方侦办 所幸最后全面盘查发现是虚惊一场 警方指出目前全案正依照恐吓以及公共为安罪嫌侦办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